大家好,春季本该是天竹葵生长最快速的一个时期 如果在这时候出现了黄叶 那么就显得不那么正常了 我这盆天竹葵现在已经是出现了斑斑点点的黄叶 已经黄掉了有三分之一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其实这盆天竹葵它自身没有问题 不过养护它的位置可能存在一定的瑕疵 那么我们养天竹葵的位置可能通风性就不是很好 最终就导致它这个叶片出现了一些状况 那么排除这个通风条件之外 什么原因还会导致这个天竹葵叶片发黄呢 一个虫害,一个营养缺失,还有一些病害 也会导致它这些叶片发黄 那么现在这个天竹葵它的叶片开始出现了发黄 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发黄的这些叶片给它清理掉 天竹葵叶片发黄之后 它是无法再一次转绿的 它是一个永久性的损伤 已经黄了,就是黄了 不可能再转绿 所以要把它们全部清理掉 一个不留 好,现在已经把它的黄叶子给它处理掉了 那么我们就要在它盆里面给它浇上一些糖木酵素 它里面含有的微量元素比较充足 而且是经过糖化之后的微量元素 最关键的是它拥有一种叫做糖木蛋白 这种糖木蛋白呢是能够提升根系的活性和提升它的吸收能力的 我们把它兑水稀释五百倍之后 给它浇灌上几次就可以了 能够有效改善这个植株生长状态 也能够有效改善它黄叶的问题 如果你家的天竹葵也是黄叶不止 那么在现在就给它用好这些技巧来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